2020年2月22日 正月28 维方领取老家天气晴 多多妈亲子日记第67天 今天周六没上课 上午追踪上报学生健康状况 十点安利云垢预定了 净手凝漏 洗手液和口喷 缺货好久了 终于预定上了 非常时期保护家人的护身符 陪家长朋友们一起学习 合则新闻广播频道的停课 不停学特别节目 老师来了 金晨老师分享的家长四项基本技能之说 孟希和彤彤来玩了 下午洗头洗衣服 忙完陪多多玩 学习教教阅读和拼音课 多多挺喜欢学习的 七彩雄英语 绘本故事 多多背诗 阅读打卡 书写中国 朗读每天进步一点点 父母归 新父母守则 学习强国 亲子日记 还在茶叶市场群里 听了合则苏彦东老师分享的亲子教育课 怎么让孩子们主动学习写作业 苏老师也是一位一线教师 他说孩子是父母的监听器 不是看父母说什么 而是看父母做什么 所以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 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天天向上 任何事业的成功 都不能弥补教育孩子的失败 所以我 每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为自己的每天学习和成长点赞 没有虚度光阴 没有蹉跎岁月 没有每天睡大觉 疫情让我更好的思考人生 更好的每天学习成长 何则是巨野献 无欲夺妈妈 我已经可以学习了 我其实是不正确的 我愿意